娱乐转圈圈 广电局发出的新禁令影响 电影很有可能被撤荡 房祖明首次执导的电影 即将上映 却没有任何的宣传 图翻射IGJC Chan 根据港媒报道 房祖明首次执导的电影 北京晚九朝五元定于 12月24日平安夜上映 然而上映日期将近 却没有安排任何的宣传活动 引发了电影被撤荡的猜测 外界普遍认为 源自于近日广电总局 发布了相关规定 其中包含不为违法施得 一人提供公开出镜发生机会 由于房祖明 呼马仪式属实 引发许多人猜测 他未来将很难在公开平台亮相 北京晚九朝五由陈柏林 郭彩杰主演 图翻射豆瓣网 据悉 北京晚九朝五是 房祖明首次执导的电影作品 由陈柏林 郭彩杰主演 这是他在呼马事件后 沉寂四年 并低调转型 该片2017年底 在北京开始拍摄 于2018年1月杀青 时隔近三年才定档上映 如今又传出疑似遭撤档的消息 房祖明的复诸之路 可说是一波三折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